能不能战胜怪兽9号 卡夫卡心里也很没底 接下来会怎样发展 根本无从得知 他真的能战胜那个超级怪物吗 卡夫卡内心忐忑 又想起了和米娜的约定 要比一比 看谁能成为帅气的队员 现在他们并肩而立 站在同一战线 后面根本没有退路可言 那还能咋办 是必须战胜他才对 新宿区各无寄庭门外 站着一个可爱的女子 足够右奔的她 引起了两名混混的注意 小妹妹 你在等人吗 你可以叫上你的朋友 我们一起去吃个饭怎么样 女孩扭过头 露出了惊悚的面容 好啊 我正好想叫些朋友来 看到这张恐怖的脸 连美男子刚反应过来 可已经逃不掉了 连同周围的路人 也被当场穿风秒杀 怪兽成群节育队的出现 一时间防卫队也乱了分寸 总是时间动荡不安 仍有小雪的幸福温暖了时光 这不 在东京都庄庄的教堂里 正举行是一场幸福的婚礼 得说橘子不温的站在门口 记得大汗淋漓 今天是他漂亮女儿结婚的日子 他这做父亲的 没有一颗松懈过 德书热泪盈眶 看着女儿千惠子 女儿没好气的踩了他一脚 让他振作一点 自己才是主角 都没他这么紧张 进门前 千惠子感谢父亲 这么多年来的照顾 宾客们热情故障 婚礼氛为浓烈 然而德书抬眼 就看到了窗外 来了只巨大的怪兽 他显然不是来参加婚礼的 但他没被邀请 却硬要加入 将巨大的脑袋往窗口一顶 整个墙面都被破开 情况已经无力回天 同一时间 防卫队中心接到了无数报警电话 大家忙得焦头烂额 仿佛整个东京都在报警 那些沉寂的怪兽 像是一起睡醒了一样 现在正在大范围侵略 他们悠闲的在城中散步郊游 使人们陷入屋近恐慌 报警声络绎不绝 但这情形和世界末日没什么区别 感觉马上就要完蛋了 婚礼现场 德书背起了受重伤的新郎 让兵哥们一块逃 女婿伤得很重 德书急坏了 可不能丢下他女儿啊 大家刚跑到楼梯口 怪兽的大脑袋就撞破墙壁探了进来 德书被撞倒 急忙急看女婿的情况 可怪兽竟然逼近千惠子 一爪子摁在他身上 德书心急如焚 他摇破自己的手臂朝怪兽大喊 来这边啊 这儿有血 咬吃就吃我 他恳求怪兽不要就带女儿出手 见怪兽没有大力他 便开启嘲讽模式 父外如山 他只能用这种手段吸引怪兽的注意力 换女儿的名 怪兽没有反应 叼起千惠子就要仰头吞下去 千军一发之际 第一部队队长明海及时赶到 接到横扫后 怪兽被大卸八块 这边的怪兽清理完毕 明海先修整了一下出场发型 随后便联系上了米娜 这会儿 日本防卫队遭遇史上最大危机 全部都谋足劲出动了 晚时俱备 就等着大杀四放了 明海队长就位 立马安排人员展开压制行动 德书感动不已 这可是救命恩人呢 可是打眼一看 成群截队的怪兽朝他围了过来 这么的怪兽要怎么压制啊 防卫队员负着德书要送他走 但德书却像是明海的安危 让队员赶紧去帮明海队长 队员表示别回头了 我们也是撤离对象 还是赶紧逃命吧 因为今天明海队长 穿上了编号怪兽武器 全服务装的他 已经化为人形大怪兽了 现在 这个区域里最危险的生物 是明海队长本人才对 明海发力 所有怪物都飘了起来 一瞬间就被砍穿了所有弱点 只要刹那 他就已经干掉了全部怪兽 这杀伤力 要是敌我不分 确实太恐怖了一点 德书不敢怠慢 带着防御队员赶紧跑路 解决完这些裸裸 明海一边撤离 一边问长谷川情况怎么样 长谷川告诉他 好消息 第一和第三部队 在东京各地 共同展开行动 是明避难点的保障工作 以牵手未有的速度推进着 这可能是多亏了 布局的分散配置 但坏消息就是 和宝克预测的一样 其他士团发出的增援请求 都被当成了空气 因为其他士团这时 引尼菩萨过河紫山难保 第六部队队长 宝克宗一郎来信 怪兽对全国各地发起了进攻 他们没办法离开城镇 赶去支援东方士团 不只是冰库 还有寒管都发出了类似的报告 这些怪兽 似乎都倾向于攻击发电所 点拨塔 政府设施和交通要道 这些重要场所 和过去没脑子的横冲直撞截然相反 很显然 是怪兽9号在操纵这一切 实验员打断明海和长谷川的对话 目前又失守风险的区域有三个 其中国会议事堂出现了 推定强度等级为7.0以上的怪兽 战况十分严峻 同时出现这么多怪兽 还是稀罕事儿 简直就是量级压制 长谷川有点担心 现在没法指望 吉他士团的援助 明海队长会怎么打算呢 明海斩钉集体的说 还有数码 当然是由我们独立将他们打倒了 本来就是为了现在这个情况做的准备 现在是时候派他出场了 有明海基地这边 光头看着局势一连深沉 距离上一次使用编号怪兽武器4 已经有十几年时间了 终于 齐克鲁又用上了这个厉害的武器 公 你正在看着吗 简直就像是当年的时光回来了 齐克鲁全服武装做好的初级准备 他知道 自己的能力可能还远远比不上母亲四肢攻光 尽管如此他一定会成为配得上四号武器的适合者 齐克鲁做上电磁弹射装置 一切准备救去后 如同导弹一样被弹射出去 到达目的地上攻后 左舱分离 齐克鲁展开护罩准备解放武器 编号怪兽武器4全程稳定 没有半点不适合症状 用了这一套炫酷的装备 他瞬间就能到达逃发区域 这可是唯一拥有飞行能力的编号武器 是当之无愧的速度之王 也是四肢攻光的得力武器 齐克鲁刚到达逃发区 队员们便停止了攻击 为了腾出活动空间 眼看这些人慌乱逃窜 大怪兽呆呆打出了问号 齐克鲁从天而降 出其不意发起猛烈进攻 一下就把怪兽打趴下了 队员们都惊怠了 这就是四肢攻长官的遗孤 四肢攻齐克鲁 齐克鲁就为明海当即发令 给你十分钟摆平他 笨蛋弟子 齐克鲁正在状态 五分钟就够了 笨蛋是否 齐克鲁作为主力 他一上场 其他队员就成了辅助力量 负责在旁边支援他 支援也不是简单的事 忽然使用爆炸弹 反而会妨碍他 所以小队长让所有人听力 换上冻结弹 全力牵制怪兽的行动 队员们才准备好 齐克鲁就已经出动 他三两下就把怪兽切成了肉段 小队长惊怠了 这哪需要支援呢 后员根本跟不上齐克鲁的步伐 这简直就是队长级别的技巧 齐克鲁的表现 光头老看在眼里 他原本就拥有遗传子父亲的攻击力 这下又有了遗传子母亲的速度 这就是基因的强大嘛 光头感慨 自己刚才还说他跟光一模一样 现在看来 齐克鲁完全可以清除于蓝胜于蓝 四肢公齐克鲁成功击破三个目标 该区域战况好转 米还很满意齐克鲁的发挥 一是堂体局 交给他应该没问题了 至于调步机场那边 米娜已经安排好了 武器石一完成同步 准备正式启动 宝克还没发话 怪兽十号去看人闹腾了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好了 就让本大爷大闹一场吧 没想到吧 都做成衣服了 十号还能独立思考和交流 宝克叹气 不是说了主导圈在他手上吗 闹什么闹 你就闭上嘴巴为我所用吧 你叫我听我就听 那我岂不是还没面子 宝克烦躁不易破口大骂 这会说话的制服是什么鬼啊 超级难用 超级烦 吵死人了 小字幕非常无奈 用自我意识的怪兽武器 要做到神经同步非常困难 因此必须用声音进行沟通 况且这还是试作品 要投入实战还为时尚早 宝克知道 现在启动十号是迫不得已 只是这玩真的太吵了 想要给九号打个措手不及 就得赌这么一把 宝克刚说完十号又发话了 喂喂 你果然很有意思呀 宝克大怒 有意思你个头啊 在那个位置发出声音 搞得我像变态一样 而且我们在训练时 一次都没有成功进入过战略前解放状态 都怪你随便乱动搞得一团糟 更别提什么精神同步了 总之他们就是非常合不来 小融合总得有一个人做主导 宝克警告怪兽十号老实点 你要听我的命令 你今天要是搞砸了 我会丢掉性命 而你也会被废弃 被他这么一下 怪兽十号就安静了 他表示已经明白了 那就动身吧 怪兽十号抬起尾巴 马溜着在地上切了一个大洞 动作是挺快的 可是这是在直升机上啊 第一步被划了个大洞 宝克顿时掉下去 这家伙真的明白该怎么做了吗 这可愁坏了其他人了 宝克和十号真的能行吗 作战计划都还没上头 出来他们就上了 对此十号的回答是 那种玩意儿没有才好玩